以下節目指標價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意而產生期望落差,請自行參與坊間封評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Now the nightmare's real, now Dr. Horrible is here, to make you quake with fear, to make the whole world kneel and I won't feel a thing 好,又到了廢話十分鐘的時間 這個節目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廢話,二是十分鐘,說十分鐘就會收工 是逢星期一都會推出的節目,不定期會有一個特別版推出 今週推出了一個特別版,說話外和一連無名的香港電影 我們一開始就出決定了,時間不多,畢竟只有十分鐘 先說明,今集是很廢話的 不要又說什麼都沒有說,我真的很廢話 DukeNeko說,上星期因為開始沒有播過片頭 他說,開始聽不是你Rap的東西,有點不習慣 其實開始那個不是Rap 我是不懂得怎樣Rap的,各位 Wuwu0001,他說 上星期你播歌,你不怕被YoutubeClaim你版權嗎? 我害怕,我真的害怕 Claim了就沒有錢賺了 所以大家要做什麼呢? 大家記得要課金啦 我們是有代合播劇收費服務 PayPal Accounts,隨緣落座 其實音樂是很圖野性情的 有時候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想播就播了 我不管了 就是這樣 有聽眾PM問我 教主好,除了PayPal For金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過數有沒有想法? 其實我還沒想到 其實開不開Youtube的會員制度呢? 但是又在想 其實我很討厭會員制度 然後他說,你要有些會員限定的東西 讓會員肯加入做會員 但問題是我不想做 我的目的就是想所有東西開放給大家看 然後我又建立了一個階級制度 這個不是我想的東西 在邪教裡面人人平等 我想不行 你免費聽著 到你搞定怎樣可以PayPal我的時候 你就PayPal我吧 這個就是很久之前我說的 Sax Snyder Cut 其實我沒有踩Sax Snyder Cut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麼大反應 先June他說,做主持不要懷疑 上網找找資料 他說,Release the Snyder Cut運動已經進行了兩年 足夠你開topic說一集 是啊,我知道 我不說 脆嗎? 他說,除非你是為了符合你的頻道的名字 Fight Up What the fuck? Why on earth do you think I have to link the channel Fight Up If I'm not doing Fight Up What's wrong with you? How many hints do you need? Come on My channel is called Bokeh Fight Up And then my English name is called Nitro Nothing That means really nothing And then this video is called Fight Up 10分鐘 And then at the very beginning I said,這個節目是廢的 How many hints do you need? Come on Are you blind? Or are you deaf? Or are you just dumb? 是不是又要再說一次 Why I hate Seth Snyder Fans 因為我們不是真 Seth Snyder 跟上帝一樣 我們是真你們的粉絲 因為我們是很笨 正正因為有你們這堆粉絲 是不是都抵抗 Seth Snyder 搞到我們這麼笨的人 以為我們是真 Seth Snyder But no, we just hate you 為何你不學幻愛的粉絲 例如我今星期出了一段影片 說幻愛 其實我有少少踏幻愛 看看幻愛的粉絲 你如何回應 他只是說 只可以說 咸如青菜 各有所愛 Why not be them? Why have to say Oh, Seth Snyder 是很偉大的 是上帝的 我屌你老美 那Neal Terry 以為教主不說廣東話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有聽眾 問我覺得怎樣 而我又看了那部電影 所以開集來說 我覺得這台台說廣東話的東西 是自己用來賤的 因為真的沒有人聽 他很驚喜 教主會說一念無名 其實他說這套東西真的很好看 而且他真是正視精神病 這件事 雖然他不喜歡曾志偉 其實這套電影很有趣 他是有兩個很不喜歡的演員 但我也覺得好看 曾志偉 如文樂 我也是很討厭 但是你看他 他們真的入了角色 這套電影很深刻的一句對白 就是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外判 但是社會就是這樣 想做一些精神分析的題材 但又不敢正視精神分析的本質 倒後不倒肺 話說說一念無名 其實我覺得真心推薦 我另外一個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我表哥 我表哥都覺得一念無名好看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表哥這份人 首先是我的偶像 我想我在這個世界上 我永遠都見不到一個好像他那樣的人 他厲害了 他是一個很有性格 很有性格的人 我表哥是一個很熱血的公民 你不要理你是否認同他的價值觀 但他的性格 是真的 說沒得頂 你覺得很景仰 他是有那句說那句 還有他對著親戚 長輩 是完全沒有倫理之分 他覺得倫理是混蛋 你不值得我尊重 我為甚麼要尊重你 他真的以事論事 到喉到廢 插下去 然後我的親戚 真的會合臉 然後我和我表弟 像看偶像演唱片一樣 每次家庭聚會 每次家庭聚會 都看著他怎樣 媽媽叉叉 插長輩壞話 然後真的很冷爽 和親戚 家庭聚會 他們會趁他 表哥不在 就會說 表哥這份人 真的鑽牛角尖 然後我就會 我會 我會 但他說話是有他的道理 其實他很奇怪 我不100%認同他的概念 但他真的很棒 他的偶像是誰 他的偶像是希特拉 最近他的偶像是特朗普 他是很欣賞特朗普的瘋狂 我真的很欣賞這個人 我表哥真的超級棒 雖然是這樣 但我不是很敢跟他說話 因為跟他說話 其實我抓不到他的邏輯 但我只能說 我對他的景仰是 嘩 不得之了 而我表哥是極度推薦 《一年無名》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一年無名》 其實是廣東這個世界有多發合 而我表哥是很喜歡看 看完好像是攬炒心態 看著那些港豬 看著那些香港人的港豬 看著那些香港人的港豬 怎樣死那種 那套戲其實是說到那種 他就當爽片那樣看 例如人家看《一年無名》 是看得都哭了 好像我這些 他看應該會笑 就是這樣 所以《一年無名》是挺有趣的 你試試用兩個角度去看 即是我表哥的角度去看 以及我的角度去看 是另一番風味 Leo03說 看《打噴T》 他說好看得流眼淚 話說話 《打噴T》 即是這套台灣電影 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但有聽眾說好看 我想說的是 究竟《打噴T》的導演 可以有多黑仔 這套電影本身是 五年前要上的 但因為那時候爆了 《歐震東吸毒》那件事 就說了 終於隔了那麼多年 終於可以重建光日 誰知道現在 又來COVID-19 根本又是收不到 如果你說這套電影是好看的 就更加的慘 明明一套有口碑好看的作品 但因為其他因素 阻止他 好像阻止被人看到這套電影 Ls說 他說抽蛋的東西 就是 明女有事 終歲有 明女無事 抽到有 你不要騙我 我不會唱 我會唱的 話說話 我上次抽蛋 其實我想再買一次抽 但我又很害怕 又經歷一次 這麼慘痛的教訓 我不知道 抽還是不抽 現在很混亂 他說 Badwoman 終於有新的雷主角 但他覺得 不如做另一個地球 或另一個平衡宇宙的線 其實是 其實很簡單 你只會把第一季的角色 例如 Earth Prime Earth Prime Luke 可能因為一些時空錯 不小心走到另一個Earth 可能是Earth 3 然後在裡面 有一個新的Badwoman 行合掌耳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第一季 其實我都覺得是黑歷史 就是這樣 Mt Hu 他說 上個星期說Hamilton 他說 真的很適合 Hamilton 其實一點也不悶 演員又唱得 舞台效果又好 他說最喜歡的是 Satisfy 這首歌 Renee唱功很厲害 且這次是 百老匯的原版Cast 根本就是品質保證 他說現實 已經沒有機會再提醒他們 他說 他試過在London 看過其他Cast 已經是完全另一回事 跟原版已經沒有得比 他說看完之後可以看那部紀錄片 Hamilton's America 很多製作花水可以說 另外要說的是 Hamilton裡面 其實有Frozen的男主角 那個配音 Jonathan Grove 他其實是在Mindhunter的男主角 這個可能大眾 我們這個台的人會清楚得多些 他說另外你也有沒世列車 那套電視劇的男主角 Mt Hu 很喜歡舞台劇人 很喜歡舞台劇 他說 他另外也推薦 這個National Theatre Life的舞台劇 叫做雷曼兄弟三部曲 本質上跟Hamilton一樣 都是說移民的故事 我沒有看 但其實現在 百老匯戲院有做 National Theatre Life的院線 正在上 當時看Fleeback 他在裡面 不停做廣告 所以我很清楚 但是我想看 不過現在 其實很慘 就是冰河時期 我想看也不敢看 Jason 他說 天笑舞王冠 我覺得這套劇不錯 不過斷了 他說Sense X 就改變了他對良性的看法 和感動位 是起了雞皮 但是Sense X 就是開頭很慢熱 要去到中段才會爆出來 但是他說 推薦我去看 然後他說 它應該是 噢! 這句我唱了 等等 It must be nice It must be nice To get nothing that's on your side 副劇快說 只是一個亂按描述的頻道 National Nothing的意思 真是指 沒什麼好說 有人跟我說 不要懷疑做主持 要做好research 我心想 What the fuck man? Are you blind? Are you deaf? It must be nice It must be nice To get nothing that's on your side 瘋狂 Yung Lao說 National Nothing 不斷說 是不是瘋狂的 是不是瘋狂的 他不知為何 就覺得很可愛 他說 看了Hamilton 她說 好看 不過我真的說不出 好看在哪 但是 不斷跟別人介紹 不斷跟別人說 無論如何都要看了他 今天不斷聽他的歌 真的很棒 為什麼上星期 沒有人在上星期的影片裡說 其實我在影片裡說了多少次 看了他 我聽到上星期 我不斷說 看了他 他說 By the way Warrior Nun 真的很好看 決定說到我看為止 Warrior Nun 有10個人說好看 我才會看 重口圈 她說 今季Netflix 出了兩套新劇 Warrior Nun 和Curse 都有點興趣 Curse是一套新出的劇 現在上了 他說看了Warrior Nun 開頭真的不錯 但之後就不看OK 因為套路你都猜到 是這麼上下 他說 反而想推介教主看那套 The Aliens 他說是說 舊時代美國查案 有一點點噁心的畫面 但我覺得整體OK 接下來很出第二季 他說 他也說 Bagwoman看了幾集 電影 這個 上星期 說 如果你看Shadowhunters 你就是很年輕的聽眾 他說 一套劇名 都可以讓Luncher 知道自己的年齡層 果然是邪教教主 當然 那是不是真的 還是年輕的 Nick 他說 不知道是否因為 女主角的演技 雖然是很美女 但也看得很尷尬 看了一集就沒有看 頂不上 那個是Arrow做 Oliver Queen的女兒 其實他的演技 我發現 好像做了很多年 都是這樣 Kirk Kopp 他說 聽完intro 又要去重溫MDT 說實話 那開MDT 他剛剛出了一條影片 在YouTube 有兩個頻道 其中一個頻道 叫Netflix Is A Joke 另一個 叫Rejected Jokes 他就是找ThomasMDT 從Bench Roach 他們兩個去玩 玩Animal Crossing 動物之心 那條影片 很好笑的 他們玩動物之心 是玩到 又是開發了一個新的故事 很搞笑 你可以看Rejected Jokes 那個是好笑一點的 譬如我經常看過MDT 和Schwarz 我已經好像第九次 還是十個星期 和大家說 看了他 為什麼我要不停叫人 看了他 原因是 是 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完真的很喜歡 不妨分享出去 讓更加多人可以看到 講到MDT 今個星期 我都看了一條很無聊的影片 他有趣的是 其實他應該是 史上最無聊的Late Late Late Show 什麼是Late Late Show 即是那些Daly Show 你話說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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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其實是James Corden 做的 James Corden 做之前 其實那個叫Late Late Show With Craig Ferguson 然後Crick Ferguson 和James Corden 之間 即是他們摘當棋 其實是有一個 Home Creek 有一集 他找了 Adam Polly 好像叫Adam Polly 就叫做Late Late Late Show With Adam Polly 那集是 嘩 我可以叫做 史上最無聊的Late Late Show 但是 娛樂性很豐富 他就是找了 Adam Polly 還有Ben Schwarz 你那種amaze的程度 是 為什麼一套 這樣的東西 是 我可以出動 跟俺從前來 是我的好朋友 好幾年 有一個好朋友 好幾年 又有一個好朋友 好幾年 好幾年 我們在一起 好幾年 好幾年 我們在一起 好幾年 好幾年 所以我們在一起 好幾年 我們可以出動 跟我們一起 跟我們一起 - 你有一個影片我還沒結束嗎? - 不 不 不 - 是這種無聊的程度 他是真的在《Late Late Show》 他真的在公營電視台上 在一個黃金時段播放的節目 但你想想為什麼他這樣都可以出街 那種好笑的 真的很大趣 他很無聊到 他們訪問嘉賓 那些嘉賓是完全不知所措的 然後可以訪問嘉賓的時候 他在研究哪個字體是比較漂亮的 他說我喜歡comic send 你喜歡呢? 然後他問嘉賓這些無聊的事情 真是呆了 很好笑的 他會無緣無故同訪問嘉賓 然後他會拿一部手機 然後你看看我的兒子兩歲 我另外一個兒子三歲 是很好笑的 平時你看這些很低劣製作的東西 你會覺得很尷尬 但他做不到尷尬那種 尷尬得來但是你會覺得好笑 不會覺得很awkward 那種好看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結尾的時候 Adam Polly說我們這個表演可以 最後都完成了 他說不是 所有人都很真理 那個嘉賓很真理 他那些很好笑的吐槽 我覺得 寶藏 就是邪教寶藏 BBKBBK說 我們上星期說 有哪一套被人禁止的劇 覺得最可惜 我說了一套 Forever永恆發衣的作品 BBKBBK說 Forever我挺喜歡 其實是舊版成期四合的男主角做 他說可惜的是未有第二季 是因為他真的很好看 因為他家人的品味都不同 因為他家人的品味都不同 就是這樣沒有了第二季 所以才覺得難忘 Forever真的很好看 選角好 劇情有趣 說Forever 其實Forever是一套ABC的作品 叫做永恆發衣 只有一季 因為一季完了就被人禁止了 為什麼覺得可惜 是因為他真的很好看 所以很多粉絲都吵 其實是ABC的混蛋 我很期待他每集播 我就每集追 他看一看 然後他會停播 播三集停播一次 然後再播一兩集 又停播幾個星期 然後他停播完之後 換了另一個飛黃金時間 然後又播三集又再停播一次 是這樣的地步 你大佬這樣怎麼會有人看 神經病 但是劇好看 他說男主角有一個能力 其實他是長生不死的 他應該好像受到詛咒 他就說他每次死 他就會全身赤裸在海上重生 就是這樣的一個設定 然後他就說過了這麼多年 他現在就做法醫 他就想研究一個方法 是怎樣可以自己毒死自己 每天去查案 找一些可以令自己死到的方法 是好看的 Chim南風說 如果說到被禁止的劇集 可惜的當然是Consenstein和Dare Devil Consenstein都沒有Forever那麼生氣 為什麼呢 因為Consenstein也是第一季被剪掉 但問題是 其實是有一點點抵抗的 雖然我也很喜歡Consenstein這部劇集 但這部劇集的確挺難追下去的 我覺得他失敗的事情 例如他看第一集 其實是很自然的 他跟那個女主角的互動 但他第二集立即換了那個女主角 他好像是整條線突然剪掉 其實第二個女主角都可以的 但那條線你就怪了 我情願你不如要不就剪掉第一集 在第二集直接開始 但他又不是 第一集拍了不要浪費 就播下去 然後第二集立即換了女主角 繼續開另一條線 奇奇怪怪 而且後來真的很多線都很無力 不要緊 現在cancel了 但是LOT的後續都很精彩 可以看LOT Legends of Tomorrow 另外也有Dare Devil Dare Devil其實 我還是覺得他還沒被人cancel 所以我不覺得可惜 我還有希望 覺得他會在Marvel之後 被人召喚 他是有這個潛力被人召喚 所以不需要擔心 他直接想和我拍一套 Constance Teen和Lucifer的特別版 我們這件事 就應該要跟Lucifer的劇組的request 因為Lucifer還在拍攝 他決定接下來要看Hamilton 他要告訴我 Sinni的分說 Dr.Horbel Singalong Vlog 這個真是棒 我上星期介紹了這套 Dr.Horbel Singalong Vlog 他說這個其實是當年 美國的編劇罷工時拍攝 他說真的很棒 其實他的歌曲很好聽 看了Dr.Horbel Singalong Vlog 其實是很久之前看的 我每次看完之後 我都會不斷看的 久不久我想起有這套劇 我又會再看的 我上星期說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看了五、六次的 他的歌曲是真心的好聽 其實故事也很期待 其實我很期望他可以有續集的 就是Joss Whedon 其實要求別人 去拍一套續集是完全不奇怪的 因為這套劇的 口碑很好 整套劇最難請是Neil Patrick Harris 但我覺得他不介意 好,我們進入正題 其實今個星期出了些什麼呢? 出了個Lucifer第五季的 trailer 播放這套劇 我想你應該看了 但如果你是那些很怕劇透的人 我建議你不要看 甚至你現在不要聽我說 因為我已經看了 我是會劇透的 Elizabeth第五季的 trailer 其實也是劇透性很強的 trailer 上一季 人們很驚喜的是 會有什麼新角色 例如他出了Yves這個角色 你看到他宣傳照 很多都會追捧 這個新的演員 好奇的是 這次Lucifer第五季 其實是沒有的 他沒有說有什麼新角色會進來的 但你看完的 trailer 你就會知道 原來今季 那個所謂的中的boss 是誰? Lucifer 有一個兄弟 Dumbi那個兄弟 其實是媽生兄弟 Michael他會出場 如果你有看Supernatural 或者你熟熟的聖經 其實好像不太跟聖經 有看Supernatural 其實你也知道Michael在哪裏 沒有的 都是看的 我不會再說很多 期待的 但是他這次出八集 有上半部分 有下半部分 所以 其實他播了之後 你預料看完之後 你要等很久才會出下半部分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說 其實今集是很廢的 純粹跟大家說是很廢的 不要看的 其實我想不到今集的標題說什麼 不如我直接說是廢的 不要按就算了 其實今集就 很多不開心的消息 其實很多人都過世了 你說Glee那個女演員 有過世了 我不會詳細說這些不開心的事 但是人們都會說 Glee其實是否有個死亡在咒 因為其實整套劇 到現在為止已經死了三個演員 其實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一套劇可以死了三個演員 還要三個演員都不是自然死的 一個是吸毒死 一個是自殺死 另一個是意外死 我希望真的停 三個都已經很多 你說陰謀論 說都好 而另外也有 Mithbuster那個男演員都過世了 很多人都突然過世了 我剛剛錄音的時候 我都發現 剛剛發生了 就是三浦春馬都過世了 真的很惡然 真的很惡然 你們都能夠想起 其實日本 就是之前木村花的事件 甚至乎現在三浦春馬的事件 令我想起那套日劇三年A班 三年A班 為什麼當時在日本的迴響這麼大 其實都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可能是日本的網絡欺凌事件 其實是很嚴重的 你想想起一套這樣的電視作品 已經說了一個網絡欺凌的訊息 隔了這麼久 但仍然有網絡欺凌的發生 你說到三年A班 其實他已經是 他已經是拿了最佳電視劇 拿了很多獎的 你的訊息已經可以達到很大的迴響 可能令到人正視的問題 反而是 你看到這些事件是沒有停止過的 繼續這樣發生的 即是木村花 山浦春馬 怎樣也好 其實你說三年A班 他說的那件事就是 當然他開頭 他沒有直接告訴你 其實這個故事是說什麼的 他是用很多 懸疑性 mystery 去包裝 但是我現在 我講得這套劇 其實都預了劇透了 純粹就是說 一個班 有一個女生 自殺死了 他說其中一個老師 就是要找 為什麼這個女生 會自殺死了 他做那件事就是 綁架了整班同學 然後他說 我要做一個測試 就是我每晚都會問一條問題 如果你答不到那條問題 我就殺死一個人 這是一個這樣的設定 然後去到最後 揭發那件事是 那個女生其實是網絡被殺的 當然這套劇其實有很多不合理的東西 在裡面 但是你說在劇情鋪牌上 他想鋪網絡欺凌的嚴重性 其實是做到的 你說男主角或其他角色的表現 都是很出眾的 但我在想是為什麼 我完全不明白欺凌人 那件事是為什麼 有什麼值得去做 人命來的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是什麼心態 其實是跟Sat Snyder粉絲說的 涵如青菜 各有所愛 每個人喜歡的東西都不同 何必為了 抵毀別人 其實沒需要 最後讓大家聽一首歌 不知道會不會被Youtube Claim版權 Claim了的話 我應該會自動剪掉 但沒有Claim到的話 大家可以聽聽這首歌 就是Dr.Horrible Singalong Blog It's a Brand New Day 就是這樣 10分鐘 拜拜 1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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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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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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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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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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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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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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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